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用户的一个心扉冰箱 现在故障是启动一会儿就停机 用户上次换了一个启动器 没使多长时间,这次又坏了 又发了一个同样的四角启动器 按着线路接好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电路图了 它是一个120瓦、220伏供电的冰箱 下面是它的压缩机、启动器 还有启动电容、干燥过滤器和毛细管 下面我们把电流表卡在它的压缩机 公共端子的供电线上 这样就能够测量压缩机工作时的供电电流 下面我们开始启动 查上电以后我们看看它的总电流是多少 瞬间电流已经达到了3.68A 很显然它的电流是偏大的 现在听到咔的一声 保护器断开了 压缩机又停止工作了 上面这个圆的就是它的双金属片保护器 下面是压缩机的端子 这就是新买的四角启动器 它前面有两个银角是接压缩机主复绕组的 后边是接电容和供电的 这个就是启动电容 它的标称值是300伏40微法和400伏2.5微法 这是压缩机的复绕组组织35.5欧 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主绕组 它的主绕组组织是27欧 下面我们再测量一下 主绕组和复绕组串联是57欧 压缩机没有故障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启动器 这个启动器 这两个角是完全导通的 也就是零欧 这两个银角同样是零欧 很显然这个启动器 与原来的启动器是不一样的 它的热米电阻是23欧 这就是这个四角启动器内部的样子 有一个PTC的热米电阻 有两个弹票 我们测量一下大电容 先测量它的2.5微法银角 现在是1.787 有点偏小 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大电容 39微法 接近40没有什么问题 很显然问题处在启动器不匹配上 我给它改了一下电路 现在看看启动以后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首先把电流表打到交流60A 插电 我们看它的电流变成了0.37A 完全正常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因为压缩机没有问题 电容测量也没有问题 问题就出在接线上 它的设计原理是火线 通过这个电容和启动电阻 串联以后给副绕组供电 同时这有一个运行绕组 也给副绕组供电 主绕组直接供火线 这是公共端接保护器的 这样启动以后 40微法电容就从副绕组中断开了 通过运行电容给副绕组供电 它能够正常工作 但是由于我们的启动器买错了 这个四角的两两相连了 这样就把40微法的大电容 给串联在副绕组上了 使电流偏大 原来呢应该是这样的 也就是启动器与这个引脚之间 有一个PTC热米电阻 40微法电容呢 串联在这两个引脚之间 给副绕组进行供电 主绕组直接通过这儿 给主绕组供电 这段是火线 这段是零线 改动了以后呢 我直接就把它 这个位置 运行电容不变 启动电阻 还是这样的 40微法的大电容去掉了 运行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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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